3月1号 中国新歌声美国唱区德州承办方 1号晚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休斯顿海选正式启动 本次德州海选将于3月31号在休斯顿举行 将有5名选手可以晋级到洛杉矶参加全美总决赛 欢迎对歌唱有梦想的歌手踊跃报名参加 3月1号 中国新歌声美国唱区德州承办方 举办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休斯顿海选正式启动 中国新歌声节目前身是2012年开播的中国好声音 从2016年7月15号改名为中国新歌声 在中国由浙江卫视播出 导师团队有纳英 刘欢 周杰伦等一线大咖 是中国一党著名的选秀节目 在全世界内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新歌声美国唱区主办方是美国英龙传媒 休斯顿承办方为美国飞龙传媒 得到了美中电影电视发展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基金会主席扎中华女士和评委主席 樊玉珍老师都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言表示 希望借此次中国新歌声美国唱区休斯顿海选 来丰富中美文化交流与合作 2018中国新歌声美国唱区休斯顿海选 从3月1号开始报名 德州前5名获胜者将赴洛杉矶参加全美总决赛 并有机会被送往中国新歌声中国总赛区 只要你年满16岁 华裔或者是拥有一口流利的中文 擅长华语歌曲以及英文歌曲就可以报名 德州爱好音乐的朋友 请抓住这个机会唱响世界实现梦想 中国新歌声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具影响力的一个歌唱比赛活动 在中国有非常多的人参加这个活动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那么我们美中电影电视发展基金会 也是文化娱乐方面 我们会打造一个中美对接的一个平台 那么在今后我们会参与和支持更多的文化产业活动